曼妮法吉利奉 而且念這個奏眼睛要看 你眼睛看到的人事物通通消罪也 這也是漢傳佛教的三大超度奏 就是你要超度一定要念這個 大寶廣伯樓閣滅罪奏 那也是漢傳佛教的過疾解脫奏 從底下過了 他們就可以超度 所以他會貼在房子上 那漢人是用眼睛這樣 所以眼睛一打開就 你住在樓上在街上看到很多人 就他們所有的罪業不清淨都消除了 曾經的海濤法師您好 我有兩個問題想請教您 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在這邊經常放生 但是自己有家人不相信佛 就是追求吃那些海鮮刺身牛肉這些 然後除了能夠幫助家人回向之外 還有什麼可以幫他做的嗎 首先你要修的是冤親平等性 就是說別人吃肉你用平靜的心 你家人吃肉你要用平靜的心 這樣才不會傷害你所修行的力量 然後你越平靜 你的祈願的力量越強 你希望你家裡的人也能夠 將來認同你吃素或放生 搞不好他也會吃素 你越平靜就像鏡子越乾淨 反射光越強 你為他們所做的任何一個功德 回向給他們他們都會得到 但是你用有一點煩惱 不接受痛苦的心態 來為他們念那就沒用了 力量很薄弱就像已經模糊掉了 所以冤親平等是 對我們的家人最愛的人的這些特殊的 我們不能接受的毛病 這就是我們要修的 用一個空性平等 所謂空性就像虛空一樣 接受一切叫空性 就不離開空性 但是又對它慈悲 不然的話你要它好 你才要做你就會退轉 所以為什麼說 空性不分別是保持慈悲 是保護慈悲的方法 所以最後你會感謝你家人的不合作 因為你才會比別人精進 就像我父親跟我說 我們皇家從泉州開研市到現在 二十幾代就沒有人吃素 更何況出家 他都去調查過了 所以我爸爸是這麼說 那我是倒著來想 又因為如此所以我要做 但是我沒有改 我只是偶爾勸勸我爸爸說吃素很好 當他生病的時候 後來他吃素也不是因為我 是因為他去公園運動 我在台灣很出名 他的一個朋友說 哇海盜阿法師是你兒子 他說對啊 那你還吃肉啊 都沒面子啊 我就這樣 那個佛菩薩的事情 回來把我打電話叫回去 幹嘛 我要吃素了 你幫我唸一唸吧 龜依佛龜依 然後他要吃素了 也幫我媽叫過來 既然我要吃素你要煮給我吃 你要吃素 我就這樣解決了 但是我沒有放棄 十二年剛好 從我學佛到他們吃素 我當然希望他們吃素 十二年 但我心裡一直很平靜 全天下都是這樣 我修行是為我爸爸媽媽 就是因為他們不修行 所以我們來修行 既然我為我爸爸媽媽修行 我也要為眾生修行 眾生不做的都我來做 這樣可以 但是我不要求他們做 因為他們本來就有佛性 時間到因緣到他就會做 真不減的東西 要這樣去看 所以還是做下去吧 還有一個問題想請教您 就是在工作中 經常會需要和生病的小朋友一起 就是經常是我們說的夜病 就比如說自閉症 中風腦癱很小的小朋友 我想請教您一下 從佛法的角度上 能夠怎麼幫到他們 最快的方法 不是用你的力量 醫生或護士的力量去醫他 佛教講空性 當我去看這些小朋友 我就變成要是佛 或是照顧小朋友的不動佛 或是喜歡小朋友的立度母 都沒關係 所以我是用佛的力量 而不是用自己的力量 自己的力量是什麼 清靜心 信心 悲心 透過佛的力量 幫助這個小朋友 那個時候 你才會感應佛法的不可思議 佛力的不可思議 就像阿彌陀佛沒有要你修什麼 你只要相信我 因為你到我極樂世界 你什麼就乖乖了 因為阿彌陀佛的力量 淨土的力量 讓你不會起任何貪嗔痴 所以這一點 這個是最快的 很多人說 我要研究很多佛經 我要讀很多佛學院 然後我才會 那時候你是一個學者 不是一個修行者 學者是沒有力量的 所以還不如一個不認識的老菩薩 念的是 那家還會跳 你不要去糾正他說那個對還錯 像台灣一樣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兩邊討論 我說你們兩個都去不了極樂世界 為什麼 因為相信什麼聲音都沒關係 所以我想這一點 你還是 就是因為我們要幫助別人 我們才要念佛 用佛的力量 就像剛剛講 我變成觀音菩薩 我變成解惡佛 那我自然有力量 去幫助對方 就像說 假設這樣好了 今天有個小朋友病得很厲害 我來拜佛陀 觀想 佛的力量不可思議 佛法無邊 小朋友一定會好 你要有這個信心去拜 拜 就像地藏王菩薩 為他媽媽來拜佛供養 他就可以下地獄救他的媽媽 這個方法沒有修行久或不久 這個信根是最難的 最容易也是最難 因為懷疑 所以我想 你有這個機會接觸小孩 那你就 沒有問題 我就是小孩子的救星 因為不是你 因為是佛的力量透過我 觀音菩薩的力量透過我 去幫助他們 當你在幫助他們的時候 你自己也得到幫助 你的心也得到幫助 你會越走越有信心 所以 拜託你了 各位所有小朋友 謝謝 好 也是跟工作有關係的問題 就是 學醫的 然後動手術 做動物試驗 這屬於殺生嗎 然後在做手術的時候 比如說冤親在主 藏在牙裡面 動手術 也是屬於殺生嗎 完了 你要相信佛法 就算 你就殺豬了就好了 但是我的動機 動機決定一切 我的動機 我手上拿這個武器 刀子 是一個加持物 是個天鐵 它就超度 這樣就好了 重點 因為這樣你才可以超越你機 那有沒有造業 還是有業 但是你願意承受 但是你不能用一個 一個不安心去做 那更傷害 你還超度不了那個動物 如果你用了一個很清淨的心 我當然能夠不做最好 但是我現在不得不做 但是我用佛的力量超度它 就像有一部電影 他先生殺豬 他負責抓豬給他先生殺 但是這個太太覺得 這是他的命 他接受 做人家的太太 我能說什麼 但是呢 他天天懺悔 天天念佛 結果他死了 很多人說那個人 每天抓豬給他先生殺 他可能會下地獄 最後他就極了世界 因為他的動機是幫著豬 但是他在元起的因果上 他是人家殺豬的太太 這樣 他必須接受這個國保 所以我想這個念頭自己 這個叫心清淨比較重要 所以我想各位 你做什麼行業都沒關係 但是我 我是個三寶弟子 透過我可以把三寶的力量給對方 做什麼都對 這樣看比較快 好 還有嗎 感恩海桃發誓 就是現在特別在北美這裡呢 到春天 很多動物就跑出來了 給車給撞了 在路上 這樣的話 我就把他搬到路邊去 前幾次我連那乾露水也沒有什麼 前天我就帶了一些乾露水 給他灑一灑 就是心裡念念 觀音行咒 這個 皈依三寶 這樣 還有什麼可以做的呢 首先要隨心你的功德 太慈悲了 那你要相信 透過一個對佛法有信心的人摸他一下 碰他一下 他一定脫離三個道 在大解脫經說 任何一個痛苦的生命 聽到三寶的名號 就像在地藏經裡面說 哪怕下地獄的眾生聽到一句 他自己寄送任何佛菩薩的名號 他保證脫離三二道 所以全天下有這麼多動物受傷害 哪有幾隻動物得到三寶的價值 所以我想這是我們的任務 也就像我每次走到哪裡 我都會灑乾露水 為什麼哪一條路 不管是飛機上也好 這種辦公大樓 我也是在白宮的時候 那個警察 其實假如是過來警告我 跟我問了老半天 後來他知道這個是水 他只給我警告說 這一次放過你 下回你很危險 但是我因為 這是我的習慣 那因為我相信 任何把大悲咒的水 乾露水灑在哪裡 那個地方就淨化了 就清淨了 這是我的信心 也透過這個信心 所以我活得很愉快 任何一步我坐的飛機 都不會掉下去 因為我相信 就算掉下去 我會全部帶他們 去極樂世界 這也是我的任務 所以 對我來講 你歸一的三寶 最難就是 相信 從歸一到成佛 就不離開三寶 從 到整個極樂世界 就在念佛 念法念神而已 你念心經可以 你念大悲咒可以 你做什麼都可以 所以當然 佛教裡面有很多 譬如說 我屍體 你幫他念不動佛心咒 灑水灑灑灑灑蜜 那是碰觸一下 他就有超度 那是大水球咒 你們這個手上 像每次他們寫排位 我寫完 我就用這個蓋章 他們問我師父你這個幹嘛 注意啊 解觸解脫啊 所以 那因為我有信心 那事實上 信心他就超度了 佛力百分之一百 但是佛力要靠著你的信力 才能夠給他 所以我想 我們默默的做這些工作非常好 我認為在歐美地區太多的動物 他們都認為不要餵他 那我說 你們餵他跟我 我們餵是讓他解脫的 不是讓他失去 那這個什麼 生存能力的 所以 你看到一個大河 大湖泊 我跟他唸一遍大悲咒 唸一下水的咒 歐瓦斯 又唸鑰匙咒 整個湖水都變成鑰匙咒水 你一點都不能懷疑 所以各位這一點非常非常的重要 這是我今天跟各位講的 相信 那你的悲心就會很有力量 你只負責慈悲就好了 就像媽媽愛小孩 那是天然的事情 我們只負責一種天然的愛 然後再加上你跟他念佛 所以不要急的 我發現現在有一個痛苦 每個人都急的 每一本我都讀完 每一個儀鬼我都要灌點 灌到饅頭包 他從來也不用 不知道要用哪一個 這個很可惜 所以我覺得中國的祖師有一點好處 一句歐彌陀佛稱到底 那是我認為我也不會偏激 因為我認為別人講的好的我都要學 包括其他宗教講的一些特殊的法門 我都要學 因為我是負責慈悲的 慈悲把它這個好的轉出去 這樣就好了 好 再問兩個問題就要下課了 那就是家裡人還沒有歸彌陀佛 也沒有吃素的話 在給他們做肉食的時候 也就念觀音心奏或者是 文殊菩薩有一個奏 奉阿比拉奉加札拉曼 索哈 這個叫催落往生淨土奏 我特別要講這個奏是因為 傳承給我這個奏的上師 那時候在印度 他也是我們直貢嘎局的一個大活佛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是因為他要傳承這個奏給我的時候 出現了 那時候我們不知道證明是還在 最莊嚴的彩虹 五條清清楚楚 農得不得了然後到前面的草地 因為他說他要傳這個奏給我 那個時候就出現了這個彩虹 所以我這樣講的意思是說要有信心 奉阿比拉奉加札拉曼索哈 所有超市裡面所有他們在吃的肉 保證都往生淨土 有這個信心 所以雖然我們吃素我們還是會念這個奏 因為希望所有被吃掉的肉得到聖天 這句淨土 跟我念是奉阿比拉奉 加札拉曼索哈 這是文書八字 走在漢傳的經典也有了 還有就是那個甘露水的話 可以給小貝皮喝嗎 就是把它泡了水以後 放到奶或者是飲料裡面 可以嗎 我想沒有分 轉化的意思 轉化的意思 所以 就算很多人都不會念 我都會教他們念奉阿奉 為什麼叫三字種詞 種詞一切 所有佛的生口語 都透過這三個字 所以我們共花 共果都要念奉阿奉 只是在藏傳把奉阿奉放在後面 中間奉伴扎阿奴給 就是代表登的意思 或是花或是什麼 那就是任何一個都不離開 諸佛菩薩身口意的加持 然後讓它轉化一切 我想我們 你問我這些 你都知道 但是你信心不夠 那你就相信就好了 知道了 所以你煮過了飯 你喝過了水 你走過了路 就像很多人說 師傅我房子賣不出去 我就會說 在哪裡啊 我們去看看 因為我們去了 他一定賣得出去 然後呢 師傅乾脆你這邊睡一晚 那你福報更大 所以我想 就像很多居士 買新車 來 師傅坐一下 這像你福報大了 不是我有力量 而是因為 我們相信三寶 那三寶的力量 就會加持這個房子 這個車子 這個病人 這個往生者 一定會得到離苦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就要回向了 來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得三寶加持 相信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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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起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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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佛度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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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有佛法就有辦法 像有太陽 有空氣一樣 生命電視台的存在 對於這個世間 對痛苦的眾生 是那麼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電視台 多護持生命電視台 將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維 運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護持帳號1996-5232 1996-5232 護民生命文化基金會 大家好 我是指揮中心醫療應變組 副組長羅一鈞 提醒您如果接受居家隔離 或檢疫 要注意以下幾點 一 應與家人住不同房間 生活上應保持一公尺以上距離 二 常以肥皂施洗手 或使用乾洗手液 三 盡量避免用手摸眼 口 鼻 四 萬一手部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 務必要用肥皂及清水徹底洗手 五 除自己應戴醫療用口罩 同住者也請盡量戴口罩 提醒居家隔離或檢疫民眾 不可外出 早晚量體溫 並確實回報衛生單位獲理干事 違反相關規定 最高可處一百萬元 並取消領取防疫補償金 請大家給正在居家隔離或檢疫的親友 支持與鼓勵 隨手一丟 後患無窮 可愛的大海 請見證我們的幸福與快樂 我把我們倆的愛情故事都裝在了這個瓶子裡 希望捡到這個漂流瓶的人 也能夠獲得一份真摯的愛情 與美滿的未來 阿辰 你說這個瓶子會漂到哪裡去呢 我想它會漂到大海的那一邊吧 小冰 我們已經玩很久了 該回家了 媽媽 我知道了 大海啊 請你把我的哀愁和悲傷也一起帶走吧 當你在沙灘上隨手扔下某個包裝袋 或者是帶孩子去玩耍時損壞而扔掉的玩具 然而 那些不經意留下的東西 看似像哀愁一樣被大海帶走 卻並沒有消失 有的留在海底 有的衝進海洋 這些海洋垃圾對海洋動物來說 正成為日趨嚴重的生存威脅 我們幹嘛要每天浪費那麼多時間來海面清理這些垃圾啊 就算我們不收拾 海浪也會將它們衝走的 阿姐 你剛來還不知道這些海洋垃圾會對海洋生物造成多大的傷害 當你看著垃圾對它們帶來的傷害後 我想你就不會認為我們的工作是在浪費時間了 天吶 這是怎麼回事 這隻海龜因為幼石被一根紅色塑膠束帶鏟住 結果生長成了滴漏形狀 它還算幸運的 你看這些可憐的海獅海豹吧 這隻海獅的身體被風帶困住 從而導致它溺水身亡 還有這隻海豹 它的脖子被一根塑膠象圈緊緊纏繞住 很多海豹和海獅在生長過程中 會被海洋垃圾越勒越緊而活活勒死 怎麼會這樣 它們真是太可憐了 是啊 有人預測如果我們人類再這樣肆意將垃圾丟進海裡的話 那到了2050年 海裡的垃圾將會比海魚還多 這些垃圾會危及六百種不同的物種 會危害到六百種不同的物種 這有點太誇張了吧 沒有誇張 要知道這些垃圾不只危害海洋動物的生命 很多海鳥也會因為它們而喪命 我讓你看一幅圖片 你覺得這張圖片上的物品是什麼 這些都是什麼 那個應該是塑膠製品吧 沒錯 你知道這些東西是從哪裡來的嗎 這些東西都是從死亡的信天翁肚子裡取出來的 天哪 那些海鳥竟然會吃下這麼多的垃圾 是啊 百分之九十多的海鳥 都會吃下漂浮在海面上的塑膠製品 這些垃圾它們無法消化 當它們身體裡的垃圾聚集到一定數量時 等待它們的就只有死亡了 可是它們為什麼會吃下這些垃圾呢 因為這些塑膠袋 塑膠包裝及塑膠碎片的表面 會積聚藻 它們會散發出類似小蝦的氣味 因此便吸引了很多海鳥物質 而塑膠垃圾在海上漂浮時吸收了毒素 海鳥吃了後就等於服毒 此外 海洋垃圾也會令它們耿吼 損害它們的胃壁 甚至塞滿它們的胃部令它們餓死 真沒想到 海洋垃圾竟然對海鳥還有這麼大的傷害 你們快過來看啊 那是什麼 是大鲸魚 有一隻大鲸魚朝我們這裡游過來了 我在海上工作這麼久了 還從來沒這麼近距離地看一隻鲸魚呢 這隻大鲸魚慢悠悠地朝它們游過來 看樣子並沒有惡意 船上的人也急忙掏出手機 紛紛對著這隻大鲸魚拍照 它好像一點都不怕我們呢 是啊 我以為這隻大鲸魚只是路過而已 沒想到它卻一直圍繞著我們的船 轉圈圈 它不會是要攻擊我們吧 它沒有任何要發出攻擊的意圖 它究竟想要做什麼呢 天啊 它這是被垃圾給纏住了 原來它這是在向我們求救啊 我們得幫助它 對 我們得幫忙 把它身上的那些垃圾取下來 在大家的努力下 纏繞在這隻鲸魚身上的垃圾 終於被清理了下來 當大鲸魚感受到身上沒了垃圾的束縛後 高興地轉著圈 並還用魚尾對著船上的人拍打著海水 對 像是在向它們說謝謝 你們看 這隻鲸魚在向我們表示感謝呢 真是一隻通人性的鲸魚啊 希望它以後不要再被這些海洋垃圾給困住 快快樂樂的生活著 是啊 對於鲸魚這種巨大的海洋生物來說 漂浮在海裡的那些垃圾 簡直就是它們的噩夢 沒錯 我們曾經發現一頭擱淺死亡的墨香精 它 重達四點五噸 然而 我們在它的胃部發現了十七公斤的人類垃圾 其中包括床單 塑膠 廢品等 很多鲸魚都會直接或間接地死於海洋垃圾 你們看 那裡有一團繩子 這些繩子要是纏繞到海洋動物身上 那足以要了它們的命 這種繩子非常結實 我們趕快將它撈起來吧 如果它真的纏繞到什麼動物身上 那可就糟糕了 哎呀 你們看 那團繩子竟然在逃跑 不好 一定是有什麼動物被這繩子給纏住了 啊 是海龜 這隻大海龜被繩子給纏住了 我們得幫助它 眾人急忙將這隻大海龜從海裡撈了上來 他們近距離看到這隻海龜後 不由的驚呆了 這些繩子不但纏繞在它身上 有一根還繞在它的脖子上 並將它的脖子勒出了一道深深的傷口 趕快拿剪刀來 可憐的大海龜 這繩子如果再這樣勒下去的話 簡直能將它的腦袋給勒下來 是啊 它好可憐啊 我們趕快把它脖子上的那段繩子取下來吧 這段繩子勒進去的太深了 我們可要小心一點才行 不要怕 馬上就好了 你忍耐一下 傷口好深啊 這隻海龜每天竟然要忍受這種痛苦 真是太可憐了 海龜 對不起 我替那些亂丟垃圾的人類向你道歉 對不起 真的對不起 是啊 我們實在太對不起他們了 原本 我們應該共同擁有 愛護地球上的海洋 可是現在呢 我們正在大肆破壞海洋 破壞我們共有的家園 是啊 如果我們再不對海洋垃圾採取措施 海洋將無法附和 人類也將無法生存 沒錯 海洋垃圾已經成為了殺害眾多動物的殺手 從海洋表面到海底峽谷的最深處 塑膠無處不在 而這些海洋垃圾對動物們的傷害更是觸目驚心 被丟棄的鱿魚甲耳經常會掛在海獅和海龜的嘴裡 丟棄的魚網和繩索也會奪取那些海洋動物的性命 海洋垃圾並不是離我們遙遠的話題 海洋是一個巨大的互通系統 洋流和潮汐 驅動著海水在各個地點不斷流動 大氣運動也會造成海洋垃圾的移動 當我們在海邊隨手一丟的時候 我們的行為已經給那些海洋動物造成了傷害 甚至會因此奪走他們的性命 請善待大海 善待那些可憐的海洋生物吧 齊悅 大隆 聲音 會影響